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哥记,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两个苹果手机的小技巧 首先第一个,去除手机应用上的信息提示 这个对许多有强迫症的朋友来说还是有点作用的 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,我这个应用上面有几十条信息 但是我也不想看,我们只需要在手机的设置下面找到这款应用 然后将这款应用的通知关闭就可以了 另一个是可以整股好有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应用都不能删除了 这个方式我们只要在手机的设置,通用 然后将这里的访问权限打开 这里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设置成功之后我们往下面看 这里有安装删除应用 如果我们把这个关闭 那么这部手机就不能删除和安装应用了 如果再将下面的购买关闭 那么这部手机就不能购买下载应用了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整顾了自己的好友 但是被打了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